大家好,我是Mark 那好,没关系,那就先放这就好 刚本来是想用9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新纪元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私下跟我联络 那等下花多一点时间 我也大概想来讲一下 关于我们目前的教育的现况 还有相关于国家目前一些产业政策的一些发展 那先讲到新纪元 这个是香港90总商会 他在1997年他就举办一个活动 那早年只邀请台大跟师大这两间学校 后来扩起到城大、郊大还有师大等等 那今年是举办第15届 那如果你是下列台大、镇大、郊大、清华、师大 然后城大、阳明、东吴、府大的学生 每个学校推荐三个名额 那我知道现在应该过半的学校已经把名单送上去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你们学校的国外活动组 还有就是相关的国企处来做一个相关的询问 那我蛮建议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你推派出去 你是代表你们的学校 机票前学校会帮你出 报名费可能学校帮你出 那有的学校像那个师大是比较柯一点的话 他知道你自己出机票费 可是如果你飞到了香港的话 你等于又赚到从香港飞到天津的来回机票 那我觉得CP值是蛮高的 台湾学生倒是还好 香港学生主要是以香港大学跟香港中文大学 这两个学校参与为主 那也许你们可以去认识一下 中国大陆他们985工程的学校的学生 因为他们能够参与新纪元 不是说我到一个老师一个报名 他们必须要先经过海选 面试 院选 然后最后是学校的团委 签选资格 所以他们出来推派的学生 我个人每一间学校 内地的学生参与新纪元 都是蛮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私下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询问我 那我现在想来讲的第二个就是 这我大家相关的简历 好这不用看太多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在台大的时候 我蛮幸运的 我进入到了McKenzie 然后我去实习 然后那时候我前两礼拜待在台北 那个台北McKenzie不太需要用到我 他就把我丢到上海去 那帮助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 做一些地方创新的工作 那后来我在台湾之后 我就加入了台湾经济研究院 那也目前也是在做 目前台湾地方政府的一些 产业的策略的规划 那我发现两岸的地方 其实不太一样 在中国大陆 在小的农村都一样 地方政府很有钱 但地方没有什么钱 那台湾刚好相反 台湾是地方政府没有什么钱 但地方很有钱 台北市出外 那这个给我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 我们未来在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或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 大家必须思考一下 别人的model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适合用到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分析的印度状况 那刚刚张宇哥有讲到他当兵的时候 我地方政府分析有一个经验 那我后来关于就是 我在台湾的时候还研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在智库工作的时候 然后你是经济系的对不对 我念大一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念小一 那我当初那个 你念经济系以为他是商学院管理学院对不对 你知道社会科学是什么吗 正经啦对不对 我当初会去念台大政治系就有一个原因 我台大法律系没考上 然后我当初去选相关科系的时候 以为政治系是管理学院或商学院 然后就舔了第二次 第三次舔了开心 后来发现念了四年 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我觉得社会科学院他的训练有一个蛮不错的好处 他跟商学院的比较起来的话 社会科学的理论会学的比较扎实一点 相对于他在一个行业里面 他可以待的比较长久 那商学院的学生他可能会跳来跳去 那个可能你长期累计下的话 状况可能有好有坏 那刚刚张宇哥讲他当兵的那个经验 那其实我当兵的经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加登体位 如果我去当兵的话 我可能会去当两栖或是海陆 那我就那时候傻傻 我就不能去当那个 因为很辛苦我知道 我还要跑去考预官 我考了两次预官 我两次政战官我都考不上 我这考战叫宪兵官 那宪兵在干什么 每天就是站在那边两个小时你不能动 比挺到位置也不好 后来我就跑去申请替代液 那 成功领看到一个加登体位 来申请替代液 就觉得不行 就帮我送到干训队去 然后磨练了一下 后来他们帮我分道 还不错 我运气蛮好 我后来就担任的那个 成功领的研发替代液的第一分队长 其实就是说 每年进来研发替代里面的课程 是我在训练 我在handle 那 在训练研发替代液的过程当中 它跟一般的国军会一般替代液模式不太一样 我当那位置有点像CEO的感觉 我负责的是所有研发替代液 在一个月成功领兴训的课程规划 那绝对不是很无聊的军事居住课程训练 研发替代液说他们钱很多 所以他们要想上投资预理财 我排投资预理财课程给他们上 他们说在辅研发替代液会接受很多外国人 所以他们要去学国际比一 要去上商用英文简报 你能想想看在当兵的过程当中 能够当研发替代液受这些课程 未来再去辅三年的时间 你可能有存到一笔钱 所以我鼓励在座各位的还没有当兵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研发替代液 以后的不只是理工可以申请 相关的也是可以做成 我时间剩一分钟还没讲完 好那我最后再分享一点 我对于台湾目前的教育的现况 我感到是有一点点的无奈 你们大家知道一个人才 他有分成四种等级 以前我们教科上学到 你很会记忆 你很会分析 但我想很抱歉 在台湾的学生里面记忆跟分析 你永远打不过中国大陆的学生 因为他们的那种训练方式 又是一种skill 又是一种经验 如果他们会的话 并不厉害 我现在觉得台湾的学生 以后就在两种能力上 可以做很大的突破 也就是你整合的能力 你整合的能力 意思是说你受不受欢迎 你对其他的文化里面有很深的接触 你有没有做创意的事情 把它分散出去 比方我曾经讲很有趣的故事 焦点在台湾可以落地生根 可是你到焦点到中国大陆去推广以后 可能第二个月 全中国大陆各地有三载的焦点跑来跑去 可是你在做那个时候 焦点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它可能变得很商业化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能够做到整个创意 非常重要 那再回头来看我们国家的东西 糟糕 时间真的有点好 最后讲一点点 下午的时候 李前总统在华山英文特区发表一门新书 他在谈台湾21世纪未来走向 那时候我代表台经验我也进去听 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像我不知道这位大哥有没有那种感觉 台湾目前35岁到55岁 他们这一代 他们自认为他们撑起了台湾 他们是台湾最精英的一代 他们撑起台湾的发展 然后指责我们下一代不够力 那他们常常换演一种迷思 跟我目前的政府蛮像 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台湾经济成长率都是10%以上在成长 他们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也是8%成长 所以他们用的各种的政策的措施 或投入的资源 都希望台湾能够回到8%的成长 可是台湾现在已经迈入到已开发中国家 那种高成长率时代不会再回来了 那他们现在把政策资源把握是 在做一个细扬的东西继续延续 他们没有把薪资放在遭阳的产业上面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下面这一代很辛苦 我在台湾我当地我算很local经 那我在台经济看到那种 耶路回来 其实我们也是相同的无奈 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预后怎么解决 那我觉得台湾最惨的状况 可能还会再继续上下沉沦 所以这一代年轻人 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多努力一点 那不要学上一代那样的思维 我觉得会害惨到下一代 谢谢 谢谢 谢谢